音符即使即圣神之名 阿们 请大家聆听圣言 攻读约纳先知书 上主的话再次传给约纳说 你起身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他们宣告我小玉你的事 约纳便依从上主的话 起身去了尼尼威 尼尼威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 需要三天的行程 约纳开始进城 行了一天的路程 宣布说 还有四十天尼尼威就要毁灭了 尼尼威人便信仰了天主 立即宣布尽职 从大到小都身披苦衣 当这消息传到尼尼威王那里 他便起来离开自己的宝座 拖去长服 披上苦衣 坐在灰土中 然后命人以君王的御令 和其大臣的名义 在尼尼威宣布说 人 深处 牛羊 都不可吃什么 不可牧放 也不可喝水 人和深处 都应生披苦衣 人要恳切呼求天主 更要离开自己的邪路 放弃手中的暴行 谁知道 天主也许会转意 怜悯 收回自己的圣怒 使我们不致灭亡 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 看到他们离开了自己的邪路 所以怜悯他们 不将与宣布的灾祸 降到他们身上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你若细查我的罪迁 我主 有谁还能站立得住 上主 你若细查我的罪迁 我主 有谁还能站立得住 上主 我由深渊 向你呼号 我主 求你辅听我的呼号 求你侧耳辅听我的哀悼 上主 你若细查我的罪迁 我主 有谁还能站立得住 上主 你若细查我的罪迁 我主 有谁还能站立得住 可是 你宽恕为怀 令人对你起敬起爱 上主 你若细查我的罪迁 我主 有谁还能站立得住 请以色列仰赖上主 因为上主赋予仁慈 他必定慷慨救援 他必要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一切罪恶 上主 你若细查我的罪迁 我主 有谁还能站立得住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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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 更是有福的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路家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 把耶稣接到家中 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 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话 马尔大为伺候耶稣 忙碌不已 便上前来说 主 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介意吗 请叫她来帮助我吧 主回答她说 马尔大 马尔大 你为了许多事 操心忙碌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 更好的一份 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天主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福音 告诉我们 马尔大与玛利亚的选择 今天所使用的华文版本 纠正了以前不正确的翻译 更好或比较好 才是原来的意思 在这两姐妹当中 妹妹的选择比较好 并非是最好 今天的福音体现出 一幅十分普遍的家庭场景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这首儿歌吗 客人来看爸爸 爸爸不在家 我请客人先坐下 再敬一杯茶 这首儿歌我们都很熟悉 因为它是教导我们 对宾客的尊敬 这个是礼数的需要 其实对于客宾的尊敬 到今天都没有多大的改变 儿歌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后勤并未了 我们能不能进茶之后就离弃客人呢 这是不行的 也没有礼貌 我们都会陪着客人说说话 聊聊天 一直到爸爸回来为止 马尔大与玛利亚认识耶稣已经许久了 耶稣并非陌生人 而是这家人的常客 犹如亲人 马尔大很自然的就为耶稣的饮食忙碌去了 很快的他就忽略了耶稣 他忘记了耶稣死终才是客 玛利亚却懂得礼数 一直陪伴着亲客 不让他寂寞 马尔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他有着一颗嫉妒的心 因此他向耶稣埋怨 你难道不叫我的妹妹来帮我吗 他的心里是有难必要同当 为何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 而其他人不受苦呢 有些人就是不能看到别人在某方面比自己强 马尔大的出发点 只是为了自己 为了我 玛利亚却不一样 他的出发点是对方 他对对方的需要特别的敏感 处处为他人为先 在客人眼里 哪一位做到贵主的责任呢 不用思考 就是玛利亚 耶稣也认同这一点 玛尔大难道做得不好吗 不是的 玛尔大的选择还是很好 但是逊色于玛利亚的选择 同样的 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与天主相遇 我们是否模仿玛尔大 心不在焉 内心充满怨言和嫉妒 充满自我 把贵客耶稣舍弃在外呢 或者我们模仿玛利亚 恭敬地接待贵客 陪伴着他 这个教训十分的重要 请教友回去再细读细想 天主保佑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